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第五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由桑林以秀春到I.I.修罗战场Brotherhood of Blade II The Infernal Battlefield得奖。 桑林是著名动作导演,曾参与过电影赤壁《玩命快》第二集好莱坞电影本次是他首度获金马奖。 桑林上台表示,入围第五十一届金马奖与第五十四届金马奖,两次电影节风格截然不同,直呼这次有加的感觉,他提到从未想过会获奖,上次入围准备三天三夜的得奖感言,最后未得奖,但这次毫无准备参加金马奖进获奖。 感性的说这就是金马特殊之处,并感谢张震说,你做得很好,很优秀,我们心里对你是最好的,你是我们心里的最佳,并感谢所有台前幕后创作人员及金马奖评委主席。 第五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得奖的是,桑林秀春到I.I.修罗战场Brotherhood of Blade II The Infernal Battlefield 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得主桑林影视中心摄影组。